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各位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可以感到满座的热情 我们安排的位置 有些都是排到台上来 因为我晓得我们的票应该是卖光的 以后等于我们中国人的陋席 有时候总是晚一点到 他们还在后面可以有位置 我叫沈岳 代表华裔表演中心 问大家好 这次我们很高兴跟世界日报合办 然后就是能够请到这位大司机的 这位白仙永先生来我们这边 湾区做一个演讲 我现在总是要照顾一点家务事情 就说先请你们把手机务必要关掉 然后希望在演讲的时候 你们不要在那边照相 你们照得像照得再好 也不如就说明天世界日报的一个照相 所以 你们就不要一个个在那照 这样子影响别人后面的人听 因为很不容易 白老师来这边为我们做这个演讲 我们要很珍惜 在白老师演讲完了之后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可以问有Q&A 所以你们的票拿在手里 反面都是白的 对不对 如果是你们有问题 你们就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写在那个白的那边 然后等到老师一讲完演讲的时候 我希望所有义工都在那些走廊上走来走去 他们就可以收集你们的问题 然后等下会有黄美慧女士来主持这个Q&A 那现在呢 我为了要介绍这个重要的一个讲员呢 我要找一位 也跟他有同量等级的一个人来介绍他 这位先生呢叫杜维明先生 我相信很多在文学界的人也认识他 杜维明 我现在手上有个小抄 因为我是临时报佛教 我说杜维明先生 你希望我怎么来介绍您 他说目前呢 是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院长 同时呢 我想他在哈佛大学的 教了很久的书 现在呢是哈佛大学的研究教授 Research Professor 还有的亚洲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现在与我们掌声鼓励 谢谢这个杜维明先生 给介绍 非常谢谢沈女士 白仙永教授 夏社长 各位朋友好 我感到非常荣幸 能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来介绍我的同学 同事和朋友 白仙永教授呢 我们是建国中学的同学 他在台湾大学的外文系 和王文新 欧阳子 李欧凡 陈洛希 办这个现代文学杂志 我是在东海大学中文系 从事儒学研究 但是因为我对英文文学 非常喜好 所以他们的活动 偶然也有机会参加 所以在中学呢 大学呢 我们都算很熟了 来了美国以后 我们都在加州大学服务 他是在Santa Barbara 我是在UC Berkeley 那么我曾经到Santa Barbara 非常过大 那么我记忆最深的是在他家里面 他的一个喷条的手艺非常高明 他的那个牛津吧 我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 那么他到Berkeley来上课的时候 也用过我家的那个停车场 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密切 那么最近20年呢 我们也同时在不同的领域 是在做使得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这样一个大的工作 那么他现在在北京大学 开了一门关于昆曲的公选课 非常热闹 虽然他每年呢 只来讲一次或者两次 今年这个3月22号 又有这个特别的演出 那么我最近这段时间 大半就是在北京大学了 所以我们五十多年了 是同学 同事 也是朋友 我想我们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 来认识 了解白先勇现象 他不仅是一位有名的作家 学者 公共知识分子 也是一个文化现象 首先呢 可以说 这是整个在文化中国的公认 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的奇才 所谓奇才呢 他的台北人 纽约克和吉末的十七岁 都是典范之作 同时不仅是短篇小说 他也是长篇 像镊子 还有散文 像这个莫然灰头 他的文字非常细腻 那么夏季安先生是他的老师 那个时候介绍他 那个Moblesang或者是Morm 那种分析的方式 他是分析问题的录目三分 非常细致 但他本人大家也知道 他是非常豪放 他是双朗 他大气 而且能够做事 很多作家不一定会做事 整个现代文学 由他从这个出版商 这些协调的工作突在他做 那么他的小说里面大家都知道 一直是在追溯这个思旧 念旧这样一个观点 其次 他把这个 《游园经梦》搬上了舞台 在台湾 香港和北美的学术界 知识界和文化界 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荡 不是说一片赞美之声 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 但是你可以从这个欧阳子 还有姚依伟 林文岳 郑树生 刘大任 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 包括像鲁燕 都直接参加了讨论 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文化现象 第三方面就是二十年来 白显永把一种集合歌 舞 诗 戏 而且融合了抒情 写意 和象征艺术 维一炉的昆曲 用青春版牡丹亭的形式 先后在台湾 香港 北京 上海 北美各地上演 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也使得昆曲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所承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一个发扬光大的契机 不过这次他的演讲的主题 可能就更宽 因为不仅是讨论文学 也结束到历史 不仅是讨论到个人的创作 也结束到可以说一种 集体的历史记忆 值得我们关注的 至少有这样子三个课题 第一个呢 它会结束到文化中国的认同问题 所谓文化中国 不仅包括大陆 香港 台湾 澳门 新加坡 和海外的华人 各种的华人世界 包括北美的华人世界 也包括很多和中国既无血缘 又无婚姻关系 但是关切中国文化的人 外国人 日本人 韩国人 美国人 俄罗斯的人 这些人不仅是汉学家 也是外交官 也是企业家 甚至是旅游者 只要是长期关怀中国 这比较很大的一个文化圈 他百先永永的问题提出了 是这个文化圈中的认同问题 就何谓中国人 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港人是不是中国人 如果不是中国人的话 是不是华人 这一类型的非常有趣的大问题 第二个呢 是他接触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再有呢 他所接触的东西是一种 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和地方智慧 所以第一个 从认同来看 白先永先生的现身说法 在宗教方面 他是回族 所以他从小 只接受了中国的伊斯兰文化 回教文化的影响 但他经过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他会俗读圣经 理解的 他自己内部的宗教对话 在年龄方面 他和我都是古西之年 但他最大的不同呢 他塑造了一个永远的 这个 永远的形象 以雪曼 以雪燕呢 所代表着永远的形象 所以他有一个信念 这是我们现在年纪越大的 越难有的 就是不幸青春换不回 所以他 他是永远是青春 在这个地域和语言 他是桂林人 这是他的母语 听说他还能讲 非常正宗的桂林话 当然大家都知道 口味的方面 是什么 冒热的米粉 桂林米粉 他唯一的 另外他也有巴蜀情节 因为他也在巴蜀 但是呢 他的中国性 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中国性 所以他那个地域 桂林的地域 巴蜀的地域 中国的地域 非常强 在性别方面 他是图书人的尊严 自由独立的人格 从这个芝加哥之史 到孽子 可以看出来 他对同性恋 从这个学术 知识和个人的体验 提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大的课题 我们都应该对 这个同性恋 这些现象 能够认识 理解 同情 而现在在世界各地 发展这个 所谓的 Same Sex Marriage 也是一个 非常有远见 非常重要的 一个大的课题 可今天他要考虑的是 对他父亲 也就是白崇西上将 的一个 深影集里面 所体现的 一个是他的龙马 生涯 一个是在台湾的经验 那么我仔细地 拜读了他这两本 深影集以后 我确实眼界大开 就对白崇西先生 他所体现的精神 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完全就 按照这个白崇西先生 的说法 那么从北伐来看 确实是在 邻国发展史中间的 突出的人物 他和李宗仁 所代表的 所谓的桂系 在北伐的过程中 所做的重要的贡献 在抗战期间 毫无疑问 台尔庄大战 是在中日抗战中 最重要的战争 而居然没有一本 完全的书 来介绍这一次战争 而这一次战争 是使得八年抗战 能够维持下去的 一个重要的阶段 另外在国共内战 这个大的课题中间 就关于在东北的四平街 林彪的部队被打 崩溃了以后 那么白崇西建议的 继续直追 彻底要消除林彪的军队 但是因为这个国际的关系 没有做成 这是一个在国共的 内战中间的重要的大事 这个研究的也不是很够 那么另外 关于这个徐棒的会战 这中间和 白崇西和蒋介石的关系 值得大家来讨论 那么现在蒋介石的日记 已经公布了 所以在中国 现代史研究方面 已经成为显学 很多中国大陆的 杰出学者 包括像杨天石 说整个民国史 在很多地方要重写 对蒋介石的评价 要重写 当然通过白崇西的各种故事的重新浮现 这一段抗战史 它的地位也要重现 在台湾长大 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台湾的二二八事件 大家知道在1946年的3月17号 蒋中正请白崇西到台湾来处理这个事件 如果不是他处理这个事件 那是可以说是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而居然以他的智慧 以他的大气 能够把这个二二八的事件 能够处理 又能够平稳的度 当然是一个大悲剧 只要从这个吴卓流 吴卓流毫无疑问 讲台湾的孤儿 是完全代表台湾本土意识 从他的那个追忆 就可以了解到白崇西先生的贡献 那么最后我想提一点 就是中华民族是有骨有精 历史发展最渊源 而继续不断的伟大的民族 但从鸦片战争开始 1839年到1949年 这110年 每十年有很大的变化 从1949年到改革康放的1979年 每五年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大的变化中间 一个应该具有世界最长 最丰富 最继续不断的历史记忆的民族 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冲击 患了严重的忘却 健忘 和历史上面的彻底的扭曲 所以我们的记忆 我们这边人的记忆 包括我和白先生的记忆都是破碎 都是杂乱无章的 都是有强烈的民族感情 又有强烈的反传统的情绪 强烈的认同西方的文化 又强烈的反对西方 这个情绪是非常不稳的 而且各种不同的因素都在起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让我们重新回顾我们的文化 特别是我们的现代史 来了解现代史中间的方方面面 从比较全面的方向 重新来塑造我们自己民族的共同记忆 而白先永先生 今天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路 我觉得非常感激 好 谢谢 我想现在我们是逼不及待地 等到我们的白先永老师 来跟我们讲他一段 他的心路历程 谢谢 各位玩具朋友 大家午安 首先要谢谢 华语表演中心